歡迎收看頂尖投資秘笈 我們看到金價最近都不是很受避險情緒影響 主要都是由美元指數去主導它的升跌 昨天傳了一個消息出來 原來美國財政部長老陰想鮑威爾 即現任聯儲局理事Jerome Powell出獎下屆的聯儲局主席 為什麼這個消息對美元指數是一個打擊呢 原來因為鮑威爾在加息立場比較溫和 立即令到今早金價已經升上去 我們以途論途 1271.6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如果今天可以收到陽足的話 有機會繼續上升到128.4 甚至1290都有機會 如果做好的朋友就可以看看這些位置食股 如果今天收陰足的話 有機會跌到1264.8 甚至去到1257.5都有機會 做淡也可以看這些位置去做事 在時機上 轉勢來說有機會10月6日會有的 因為那天美國公佈飛龍就業報告 甚至如果那天都不轉勢 就有機會去到10月12日才轉勢 轉勢之前做好的朋友都要小心點 以上投資策略 謹供參考 投資者記得量力而為 多謝大家